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银哥 这里是小楠 这里是小楠 是 但是咱们每天都 那我上去了 这是哥哥 肯定有的 哈喽 小鹏 我是银哥 今天下午吃饭 就聊得还挺愉快的 然后我有感觉到就是你有在 非常认真的听我讲话 那你就是在大学有见校队吗 我去试了一下 然后应该是被他淘汰了吧 然后我也Q了很多问题 你也就是都非常真诚地回答了我 我感觉我讲的一些东西 你也有就是get到 然后能给我一些非常好的反馈 然后我其实觉得就还挺开心的 你说你也挺想尝试跳伞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 不管我们在节目里面能不能做 之后有机会的话 都可以一起去玩一下跳伞 他跟他相处的还开心 他聊 其实他们要互补啊 对对对 他们互补 所以他挺能聊的 他不一定再需要找一个很能聊的人 是的 需要找一个倾听者 然后最后的话 我就问你一个小问题吧 就是抛弃掉一切主客观因素的话 就是单纯的选人吃饭 那你会选谁 就这样 其实我今天选择 反正我选择吃饭 我觉得选择哪里或者选择什么 我就没有任何的后悔 我就是这么选择 就是我是选择 我是遵循我自己内心 嗯 对 哇这是他今天最会讲话的一次 是的 他吻了我跟你讲 他吻了 这个哥哥才是真的吻 因为哥哥他很诚恳 嗯 哥哥是诚恳的 小心翼翼的 哈喽银哥 这里是小楠 这里是小楠 你看 是 但是咱每天对他 这边就听到声音了 好 坐坐 哥哥跳舞 哇 哥哥热舞 首先非常感谢 今天你在教室里选择我坐你的旁边 那我要求你吧 我的荣誓 非常开心 一路上就是和你聊天 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有自己主见 有自己想法的女神 嗯 后面回到小屋以后 我发现我们对另一半的奏标准 包括对爱情那些人 那些看法都还是挺匹配挺一致的 一 小臂线条 我平时就是欧美风啊 挺好的欧美风 我也挺在欧美风 啊 嗯 所以我就想把这场旅行的 detail留言 留给你 虽然今天可能没有 没能和你一起去示范 有点可惜 但是我想问你的事就是 如果明天咱们有机会一起去单独行动的话 你会不会愿意和我一起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们可以 就可以原地转个圈 如果不愿意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走回去 对谢谢 直接就发出邀约了 这原地转个圈 很大的一个动作呀 哈哈哈 我先说两句 就是很幸运能遇到一些 觉得跟自己就是有某一些标准 还比较契合的人 就是命运的馈赠 好吧 然后我就回答一下那个问题 直接走回去了 估计 直接走回去说你不是我的菜 哎 哇 哈哈哈哈 哈哈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们可以原地站个圈 就可以原地站个圈 哎呀太羞涩了 好吗 可以可以可以 阿能还是有收获的 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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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